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的一段时期,所谓朱里石刘锅,梁唐靖汉秋,都来十五帝,拨乱五十秋,要说五代中,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,那要数后周的世宗柴荣了,柴荣祖籍是行周摇山,今天的邢台是龙摇县,柴家本来是当地的富豪,可是家道中落。 柴荣只好投靠姑母柴氏,她的姑父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威,柴荣从小就非常懂事,帮助姑父郭威,处理各种事情,深受其喜爱,由于柴氏没生儿子,所以,郭威就认柴荣当自己的养子。 柴荣,郭威和夫人柴荣的相遇,还有一段故事,柴氏原来是后唐庄宗的嫔妃。 庄宗去世后,明宗遣散嫔妃令其回家,柴氏走到黄河上,遇到风雨。 偶遇了郭威,柴氏看到郭威的模样体貌不凡,便动了芳心。 郭威也听说,柴氏非常贤惠。 于是二人结为夫妻。 郭威,郭威很早就从军,在后汉建立时,因为辅佐汉高祖刘之远有功,被封为疏密副使,剑教司徒。 柴荣长大后,也跟随郭威东征西讨。 刘之远死后,他的儿子刘成又即位。 郭威由于功高盖主,被皇帝所记。 刘成又听信禅言,杀害了郭威和禅荣的全家。 面对天降灾难,郭威当然不能容忍。 他起兵反抗,推翻了后汉。 建立了后州,郭威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。 恢复经济的措施,后州再很快就出现了国父民强的景象。 四年后,郭威去世。 柴荣继承了皇位。 此时的后州,已经有了足够的物质基础,来有所作为。 柴荣在位六年。 时间虽然不长。 但他做了五件大事。 足以影响中国历史。 依高平之战。 提升中原王朝的自信。 柴荣即位后不久。 北汉和契丹高杰一起南下攻打后州。 五代的中原王朝有一个心腹事患之地。 那就是山西。 当时叫河东。 最高行政长官就是河东节度史。 五代的先后顺序是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。 其中唐、晋、汉三朝的开国之君,都是河东节度史出身。 推翻前朝建立新朝。 后汉灭亡后。 很多残余力量拥护后汉的宗室、刘崇,在山西延续汉的国作。 称为北汉。 所以,此次北汉联合契丹南下。 想再次南下重演之前的历史。 此时的周世宗,才容易气风发。 欲驾亲征。 赵匡印、张永德等将领从征。 周军在高平和北汉军队大战了一场。 正激战之时。 周军中的凡爱能,何辉向导戈向汉军投去。 关键之时。 赵匡印奋力向前。 众将士也都英勇战斗。 终于将汉军打败。 后来。 周军一直打到北汉首都太原。 但因粮草不济。 未能攻下。 经过了高平之战。 中原王朝的自信大大提升。 但也不用惧怕北汉的威胁。 北汉却日益衰微。 被灭只是时间问题了。 二整顿军政。 加强中央集权。 五代时政权之所以会频繁更迭。 主要原因在于唐朝后期形成的翻阵割据。 强之弱干的局面,让中央无法很好的统一地方。 这种现象尤其体现在军队上。 地方节度时有才权、司法和军事权。 能够自行招募军队。 自然不会把中央放在眼里。 在高平之战后。 周氏宗柴荣,建于军队中出现的问题。 包括某些是不能战,将不用命的现象。 重新招募军队。 擦命赵匡应等人,从全国各地招募身强体壮的人, 重新组建一支军队。 以此来充实禁军。 称为殿前军。 战斗力远强于原来的社卫军。 这样一来,中央的力量不断加强。 地方力量就相对较弱。 客观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。 三西征后属。 进佛泛滥。 柴荣建立了强大的军队。 自然不能险入。 第一次小事,牛刀,便是对后属用兵。 不过用兵之前有一个问题。 那就是军饷不足。 大家仔细分析一番。 认为天下的佛徒僧尼太多了。 到处都是寺庙。 大量的土地和财富,都被寺庙吞噬了。 于是,下令尽佛。 宣布只有朝廷颁发了名额的寺院才能存在。 其他的寺庙都下令拆毁。 僧尼还俗。 财产充功。 当年就废除了三万多所寺院。 还俗了六万多僧尼。 有了军饷。 军队便开向蜀地进军。 开始并不顺利。 战事陷入了僵局。 很多将领请求回师。 柴荣派赵匡应到前线视察。 赵匡应仔细观察了一番。 认为可以继续。 于是柴荣继续增加兵力。 大破后属军。 攻下了秦、城、街、凤四周。 四三征南唐。 尽收长江以北。 在蜀地练完兵以后。 后周军陈吾不自我感觉良好。 于是,柴荣再次决定对南唐用兵。 此时的南唐,可谓是南方最强大的政权。 他占据住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。 还占据住江北和淮河的区域。 南唐的首都市南京。 皇帝离警对福建的美国和西面的楚国用兵。 扩大了南唐领土。 周世宗柴荣先后三次对南唐用兵。 第一次。 柴荣叛礼重镜。 赵匡应出征攻打楚州、扬州等地。 四己率军攻打寿州。 共拿下楚、扬、秦、光、书、其六个州。 第二次。 柴荣率军攻破南唐的对寿州的援军紫金山寨。 攻克寿州。 南唐四州投降。 于是州军顺江东下。 攻克了豪州、连水和博州。 第三次。 柴荣率军攻打楚州。 经过激战。 将楚州攻克。 然后又攻克扬州。 然后又攻打太州、广陵、和盈鸾江口。 南唐皇帝离警被迫求和。 割让了四个州。 化江为界。 经过三次南征。 后州共夺得了十四个州。 江长江以北的土地,近数囊括其中。 周世宗罚登堂。 五、北罚契丹。 夺得三官三线。 周世宗柴荣,向南取得了辉煌战果以后。 自然把眼光投入了北方的契丹。 此时,契丹已经占据了幽云十六州。 对中原王朝虎视眈眈,柴荣携胜利之师向北打。 收复了宁州、茂州、盈州,以及益金关、瓦桥关和益口关。 可惜正在柴荣准备继续北上收复幽州的时候。 突然病倒了。 益金关。 柴荣被称为五代第一名君。 他十五岁从军。 二十四岁为江。 三十三岁称帝。 历经图治。 成就巨大。 为后来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。 遗憾的是,就在北伐契丹后一个月,柴荣就去世了。 年仅三十九岁。 我们可以想象,凭他的英明神武。 如果上天再给他二十年的时间,柴荣不但能统一全国。 更有希望完全收复幽云十六州。 被逐契丹。 实现秦皇汉武的伟业。 可惜天不假年。 柴荣英年早逝。 后周不久便被赵匡印的北宋代替。 柴荣 谴荣岛 柴荣